位在高速公路桥下的汐止原住民公园 因为高工局进行桥梁补墙工程三年 再加上工所重新规划施工 前后就封闭了大概有四年的时间 好消息是目前复原工程已经做好进入验收的阶段 也预计12月10号要热闹开幕 在张树二路与山光路口的原住民公园 在今年初就围起了高高的围篱 进行整地环境整理工作 施工了大半个年头 再加上中间变更设计延宕 现在终于完工 原本的围篱拆掉了 包括了地面篮球场还有绘制图腾都已经做好了 这工也蛮多功能化的 它现在规划的是给办活动的人 也可以来这边申请 里面的游乐设置也设定了两个 给小朋友来这边玩 篮球场有小朋友可以来这边打篮球 但是时间上可能会有 由那个经键客那边来设计管理的时间 不然的话如果夜间太晚 怕吵到这里的左邻六色 今年的十月份左右已经完工了 那十月份开始以后就正式进入验寿的阶段 那出验赴验跟改善 基本上到了那个十月初左右 也差不多都快完成了 整个原住民公园设计走向也尊重在地意见 与里长还有头目都有协调 不但整个地面都换新也有特殊的设计 除了桥墩都有不同的族群图腾 也在公园路口处设置了精神堡垒 里长说这大片地方不同原住民图腾 呈现族群融合意象 希望开幕后成为新的休闲场所 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爱护他 就在十二月十号那一天早上 我们会有一个街牌典礼 有准备了一些米粉糯米还有油饭还有汤 要给来这边参与的人给他们享用 这个公园是属于大家的嘛 所以说他没有分为族群使用 只要大家有兴趣来公园的话 都很欢迎他们来玩 但是希望他们来这边的话 要爱惜公务 不要破坏到整个的利美化 还有这些游乐设施 也接近在十二月十号 也就是星期六的上午 开始进行我们这一次 原住民主公园的开幕的一个活动 因为我们这个公园 从那个高公局 高速公路局 在那个做粮柱的补偿工程 大概也至少也停了 大概两三年左右了 目前复原工程已经做好 工作也在进行眼熟阶段 这个公园很多元化 除了充满原住民图腾 也有开阔的广场可以办活动 另外还有篮球场及大人小孩的游戏设施 预计十二月十号要热闹开幕 加成惠林希致采访报道